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灵奇 欢迎大家观众的视频 今天呢 我们继续还是要玩这个 vessel 但是 不是 asl 还是另一款这个兵器 叫做 battle for moscow 啊 这是一款 应该也不算很新的兵器了吧 因为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推出的 反正是一款 呃 反正时间比较短的 比较快的一就是一个 算是比较快吧 就是玩一局比较快的一日兵器 battle for moscow 啊 注意是battle for moscow 而不是battle of moscow battle of moscow 是莫斯科之战吗 或者莫斯科保卫战吗 battle 他这个英文是battle for moscow 啊 这个地方 翻译过来其实也差不多啊 然后那么这个就如名字所说啊 他就是反应这个德军这个在 啊 四一年进攻莫斯科的这样一个兵器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给他准备完毕了 我是也是在vessos 那个论坛就 那个vessos 那个网站上下的 下完以后他是 呃 他那个页面啊 是有那个 他那个页面是有那个规则书的那个地址啊 就直接去打开 就是一个这个样子啊 然后里面有规则书 当然这个全英文的 呃 我简单就今天用这期视频介绍吧 这个游戏的话 我个人推了一遍啊 然后感觉 德军有点难赢啊 就可能是我这个还是不熟悉这个这个兵器吧 然后 那规则挺简单 然后其实结算也挺快 就一局可能一小时左右 差不多啊 就就能够推玩到就快一点的话 然后规则挺简单 完了 他是 这样吧 他规则书虽然说这么多 我们一边玩一边来说吧 那么 双方啊 就当然还是这个苏军和德军啊 然后 他这边是我这个下的版本啊 也就是vessos上面他这个 呃 提供的版本是一个有扩展版啊 他不仅包括这个 呃 经过莫斯克那个台风行动啊 operation 呃 台风 对吧 而且他有这个 这个剧本的延长包啊 就叫做那个winter counter attack 就是冬季反攻 呃 但是我这一期的话 只会讲他的本体啊 就是 本身版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游戏流程图啊 呃 本身的这个battle for moscow battle for moscow这个冰棋的话 他是只有7个回合 然后 如果有他这个扩展包的话 就是14个回合啊 就 就剩下7个回合是这个winter counter attack 就是冬季反攻的这个啊 不叫叫winter counter offence offensive 啊 expansion expansion kit 就是那个 这个呃 扩展包是冬季反攻啊winter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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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ensive 呃 如果有这个就是后面7个回合 实际上是扩展包的这个 这个回合在我这一期就 先不说啊 我们就说说这个本体啊 因为如果加扩展包的话 游戏时间就挺长的了 我们先用本体来熟悉一下 至于扩展包以后可能会推啊 可能会推 因为 扩展包他的胜利条件就 就多了很多啊 就复杂了很多 然后这个 呃 本体的话就很简单 我们就说本体啊 本体的话就是这样 就是 7个回合 然后到第7个回合 为止啊 谁控制了莫斯科啊 谁就获得最终的胜利 就这么简单啊 就是一个vp争夺 就唯一的vp是莫斯科 ok 好 这是把双方后任条件说清楚了 完了以后就是说 他这个回合啊 对吧 那么每一个回合啊 是分成八个阶段 八个阶段呢 是 首先是德军四个阶段 然后再是苏军四个阶段 呃 有一个回合八个阶段 然后每次都是德军先 然后苏军后手 德军先手的苏军后手 呃 那么一开始布置的话呢啊 对 先说一下蒜子吧 蒜子是这样 对吧 我把这个也打开了 苏军一开始是有这个 八九十十一十三十四 苏军一共是17个蒜子啊 但是苏军一开始 一开始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先把蒜子先隐藏 他这个地图上面标了一些标记啊 有五角星的表示苏军一开始可以部署单位的这个格子 然后有铁十字的是德军一开始可以部署单位的格子 然后蒜子的特点呢 是这样 就是苏军除了 这个啊 就是第一突击军啊 first shock army 除了这个第一突击军之外 所有单位啊 就是呃 什么 就是就是 剩下的全部都是步兵师啊 呃 全部都是步兵师呢 而且苏军都是一样的 就是 八四和四四 对吧 这个单位是这样 就是他有两 他是一个正面是八四啊 就是一个满边的 这个是一个 呃 我想一下 不对不对不对 不是第一突击军啊 是第一突击集团军啊 army 不是corps 哎呀 这是corps吧 first shock corps吧 我想一下 division corps army army army是 army是集团军啊 这是第一突击集团军啊 不好意思 我这个 对于英文的编辑和社会怒魂 那么苏军全倒是这个 没错吧 我看一下 他这个规则其实是说了的 就是这个单位的 啊 对 四个x是 army嘛 三个x是corps corps是军嘛 army是集团军嘛 然后他这个 苏军啊 这个全部都是这个 集团军啊 但是他这个是 呃 我们就不说军和集团军了吧 德军全是军 苏军全是集团军啊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因为 呃 四一年苏军的战力啊 大家都懂啊 所以就就不说了 呃 我们就当 因为苏军他就是全部是一样的 就第一呃 正面是八四 这是个满边的部队 然后 四四打残的部队 就是四四啊 第一个数字是他的攻击力 第二个数字是他的移动力啊 就这么简单 啊 也不叫攻击力吧 这个第一个数字就是他的这个部队的呃 可以说攻击力 也可以说就战斗力吧 应该叫战斗力 然后下一个数字就是他的这个 呃 移动力啊 其实叫生命值也可以了 战斗力啊 都行 然后苏军这个所有步兵 集团军 啊 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都是都是一样的啊 就没有区别 然后除了这个呃 第一突击集团军呢 但是第一突击集团军呢 他是需要这个 在第四个回合啊 才能够加入到苏军的这个呃 阵亡单位中啊 这个其实 他他的他这个潮啊 是叫做被消灭的单位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后备潮 因为 呃 玩家可以在这个 replacement phase啊 这个这个t 就是呃 整备阶段 或者叫这个刚更替上望人员的这个阶段 更替阶段 将就是花费那个点数 将那个被摧毁的部队重建啊 也就是说 苏军只要到第四个回合开始 才能够建立这个第一突击 就是这个精锐部队啊 十四 翻面是五四对吧 就比这个八四四四要稍微强一点点啊 啊 德军的话就五花八门嘛 这个德军的部队 德军一开始是没有部署 因为 苏军他所有部队都是一样的 所以放在哪个位置不影响啊 都都 而且苏军一开始布置啊 全部都是要翻面 就部队全部是打残的状态 就是半血状态 部队全部是半血状态 放置在这个位置啊 德军呢 也可以放置很多部队 但是德军一开始是呃 因为部队啊 五花八门 所以玩家自己来确定啊 德军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十八 22个算子 德军现在全部我们看到都是正面 也就是说因为德军他的部队编制都是军 都是这个corps都是军 所以他的这个有些部队 他这个战斗力就比苏军就跟苏军翻面了 这种部队是一样的 因为他这个编制小一点 当然其实本身来说苏军如果没翻面的话 德军的部队其实战斗力都很强的 德军部队很多 完了以后德军可以自行布置 布置在任何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先简单布置一下 我因为没怎么推过 但是之前我推过了 之前推了一次 所以我先说一下我之前推了一次的感想 就是这个地形啊 地形移动啊是这样的 就大部分格子都是一格 除了森林 森林需要就是两点移动力 大部分格子都是一点移动力 包括这个跨河 就跨河他都是 跨河都是只要一点移动力 但是如果 下一格是树林的话 就需要两格 也就是说实际上 苏军 德军最快进攻路线是这样 就是从从这个 空地过去 而不是走这边 因为铁路是只有苏军能用 苏军如果在 苏军有一个叫做铁路移动 铁路移动阶段 铁路移动阶段 在铁路 苏军在铁路移动阶段 移动阶段使用铁路的时候 它是全部是一点包括传国树林 而德军当然不能用 因为苏军苏联和德国的铁轨 是轨距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这个是前线 你后方的工兵肯定是来不及替换你的这个铁轨的 所以德军是不能使用铁路的 那么德军其实最快的进攻方式走这儿啊 走这儿 对吧 从从这儿突破 因为这个地方只要一格一格 呃两格 对 然后还要说一点 就是这个游戏啊 在第三第四回合 是这个秋季啊 这个泥宁回合 就是这两个回合 是所有地方都会变成泥宁 所有单位除了苏军的 在铁路移动 阶段从铁路移动以外 所有单位都只能挪一格 就只能挪一格 德军要么就从这儿进攻 要么就从下方啊 从下方一个下勾拳 这样打上去 打上去 呃 但是下方就很远 然后反正从上方进攻 我觉得不是很明智啊 另外再提一句 因为这个城市啊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 呃 算子先隐藏 城市啊 对吧 除了德军一开始 占领的这些点以外 剩下所有城市 默认一开始是苏军的 城市是可以作为这个 呃 就是补充阶段 作为这个新建单位的这个集结点 就是说直接从这儿刷出来 所以我我这样 我先我先放几个这个 我先放几个这个 我先放几个这个标记啊 把这种就是没有新的这种城市啊 我先标上 就是怎么说 等会儿再补充阶段 我们就能看得出是哪些地方能够刷啊 德军的这种已经标上了十字啊 所以就不用管 让我们回来这个这个 发现这些地方都可以刷兵 也就是说在补充阶段 这还一个 苏军是可以从这些城市里面 就是只要他有这个征召点数 这个补充点数 在这这个这个右边啊 就是点数 他只要有点数 他是可以在这些城市里面刷兵出来的 呃 也就是说德军你走上面的话 他一个热泽夫 然后一个这个维亚维亚兹马 呃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莫扎伊斯克 对吧 这边还有一个卡路加 是可以一直刷兵 就你知道德军只要不占领这个城市 苏军是或者不切断 不包围这个城市啊 这很难包围 实际上对吧 他是你是很难被这个就是 怎么说就是你很难阻止 苏军从这些地方刷兵 呃 苏军刷兵的话你又要打 因为他这个呃 这个这个兵器也是有这个控制区的 在控制区内的单位是无法移动的 就必须要立即停止移动 那immediate and it movement phase 在控制区内的单位是不能够移动的 只能够消灭那个敌方单位 或者把敌方单位击退 他才能继续走 所以他就能卡位啊 苏军需要的是时间对吧 苏军并不需要消灭德军的单位 因为我这个是本体啊 冬季反攻的话是需要消灭德军单位 但是本体的话苏军只要拖时间就行了 而下方的话城市就少一点 当然这个边边边上啊 这个画了红色的边界表示苏军可以从这个边上刷兵出来 然后黑色这边的话就是德军可以从这边刷兵出来 当然苏军可以从边上刷兵出来 但是那距离战场中心就有一定距离了 所以我之前推的时候想从上方最近的距离 因为这个地方德军一开始有单位了 打进莫斯科比较难比较难 因为苏军可以想尽很多办法防御 而且更不要说这个红色画了斜杠的地方 画了斜杠的地方表示是苏军在这已经构筑了攻势的 然后 在有构筑攻势的地方 苏军部队如果是处于防守状态的话 那么他在进攻的时候这个战斗的时候这个 就是部队比啊 他要向左移一列 向左移一列 就算苏军就会有优势啊 这个防线对德军无效 当然这个防线上如果是苏军主动进攻也无效 他只要在苏军防御的时候有效 也就是说从上方进攻其实挺难打啊 有一说我就说挺难打 所以我要么就我就我现在觉得要么就从下方这个地方 从欧卡河这个地方过去 然后从这个乌帕从这打进来 要么就从这个 呃这儿 这儿 这儿打过去 然后我们布置一下 首先把德军精锐的庄稼部队要布置一下 那么这个是德军最精锐的三只庄稼部队 都是12缸6就是12点战斗力6点移动啊 移动很高 移动很高 那么我们这样布置一下 首先我们在这儿布置一致啊 往这儿打这个游戏 还有一个这个 呃就是 移动的这个追踪啊就是这个单位是从哪来的这个 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吧 但是他不能够关闭啊就很麻烦 所以经常你需要点这个 点这个这个clearmove把这个清除掉就这样一下把它清除掉就 就有点麻烦哦这个东西怎么说动了 别动 ok 那么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集结两支不对 在这儿也集结也就不对 对我们 看能不能从这边以及从下面快速打进去 我们把装甲矛头啊 把都集结在下方 当然上方也可以放一点上方 因为我们可以 往上进攻 牵制住苏军的主力嘛 我们这样把十缸六的放到上面去 然后九缸六的这儿放一个九缸六的 然后 这儿放一个九缸六的啊 这儿就不用了 因为这个树林地区会 减慢装甲部队 树林地区不仅会减慢移动 而且树林地区他在防御的时候 和这个苏军的防线一样 防御的时候也是这个 呃什么防御的时候向左移一列 啊所以这种宝贵的装甲部队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进攻树林的德军 嗯夹鬼步兵师去解决啊 这些地方不重要 我们把这个装甲部队放到这儿 可以吧可以 要不要其实放在下面也可以啊 啊算了吧九缸六其实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我觉得还是没必要 这样放一下 然后把这个八缸四的步兵师放到这儿 用步兵去解决他们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啊 这个 啊 嗯 我们尽量把精锐部队放在一线啊 然后 对吧 把精锐部队放在一线 然后把这种 差一点的部队啊 就放在后面 就是用来 呃 清楚后方敌人的 就是也不叫清楚 就是说清楚了一些参与敌人的 就是其他部队推进 然后这些部队来打扫一下后面 就这个意思 嗯 不行不行 感觉 这个放到这儿了 这里弄 弄点五缸四就行了 这边弄点四缸四 看也啊 对好 那么我们德军就大概就这么布置一下 就这样布置一下 OK 多久了 17分钟 那么就这样 那么就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开始游戏的话就是首先啊 从这个 德军开始第一回啊 对苏军一开始 还有两个算子就一开始就是被摧毁的 样子啊 因为他这个 格就是那个什么 不够啊 这个部署的位置不 一开始就两支部队是已经被摧毁了 被歼灭了 OK 那么德军首先开始啊 第一回合我们开始 第一回合首先是这个德军的 补充阶段 德军没有需要补充的跳过 好 然后是第二个阶段是德军的装甲部队移动阶段 就是德军这种装甲军啊 装甲军移动阶段 呃 没有啊 因为 这种部队全部都在苏军的控制区内 所以是无法进行移动 然后这支部队他虽然 在控制区以外但是没有必要进行移动 对吧 因为都卡住了 所以就下一次啊就是德军的战斗阶段啊 战斗阶段是这样 就首先 这个比如说这是德军的战斗阶段 那就由德军来确定谁进攻谁 并且是在所有结算之前啊 必须先说好谁进攻谁之后再结算 那么德军是这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从上面往下走 就这样啊 首先是德军这个 啊 德军是这样是 这四支部队啊 进攻速军这支部队 我看有没有必要啊 十六 二十六 三十三 不需要不需要溢出了 呃 是这样 这三支部队啊 一二三 哎不用啊 去 这三支部队就够了吧 这三支部队啊 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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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点不好 就是他没有标记啊 就是 没有这个标记谁打谁啊 嗯 那么我们记一下这三支部队啊 进攻这个 然后这两支部队 这两个七杠四进攻这个 然后这个十杠六和这个 九杠六 九 四 呃 进攻这个树林里面的 敌人 完了以后这两个十二杠六进攻他 然后这个 九杠六和十二这两个单位进攻他 我想想是不是这样打 有没有必要这样打 还是说 嗯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打 然后其他单位 其他单位先不打啊 其他单位先不打 OK 那么结算顺序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确定下结算顺序 那么我们先结算 我们决定德军决定先结算 呃 这个 其实不用不我们不用自己推的话就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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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这个东西了不用搞这个东西 我们德军决定先结算这里啊 然后再结算这是第一个结算的位置然后再结算这里 然后再是这边啊 然后再是这样就从下往上结算啊德军决定 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场战斗是这样 是攻击力下两支部队打他一支那么攻击力首先相加 是这个 21点 好 苏军是4点 那么就21比4 21比4呢 那么呃 超过5比1 但是不到6比1 所以按5比1算啊 5比1算 那么苏军也没有任何 修正啊 这个就是个 这虽然是一个城市啊 对吧 这是一个城市是这个布梁斯克 但是布梁斯克他是一个普通城市啊 不是主要城市 那么他没有任何效果 只能够 就只有一个是呃 补充就是作为一个我之前说过这个刷冰点啊 之外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他即使城市即使德军是装甲部队进攻城市 但是也没有减没有任何减程啊 没有任何的那个修正 好 那么就按5比1来算那么我们再投一个头子 好 头子结果是这个4 4的话 那么就5比1 我们看到4是这个drl 那么drl上面写了 是这个防守方部队损失一 一点 然后如果他还生还的话 呃 这个需要这个 呃 就是 远离这个进攻方 就往后撤退啊 撤退两个 往后撤退两个 那么他他本来只有一点 因为他已经翻过面了 那么这支部队会直接被摧毁掉 如果他没有 呃 是完整的部队啊 那么他就会翻面 然后再撤退 如果没有就直接直接就正网 就就就就被歼灭了 歼灭以后 歼灭以后 进攻方可以让任意一支部队啊 就如歼灭或者是撤退 反正就是说战斗结束以后 如果防守方在这个格子里没有单位了 进攻方可以让一支部队啊 推进到这个格子里 因为一个格子同时只能存在一支部队 啊 这就是 这个时候推进就不用考虑这个控制区 才是直接推进的 所以我们选择让这个 装甲这个十二缸六的装甲军啊 装甲部队啊 推进推进到布良斯克 好 那么同时布良斯克 这个地方就被德军占领 因为是最后一个 占占领这个点是德军 所以我们画一个这个标记 那么布良斯克 在德军的这个补充 这样就可以就可以用来刷德军的部队啊 虽然现在德军没有损失啊 啊 我们这个移动我们就先不得 就是反正这个城市就被德军占领了 就不算输军的了 啊 占领某座城市是需要最后一次 这个城市是有哪支谁的部队踩的 那么那个城市就归谁 OK啊 那么这个结算完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也标记一个移动 啊 这样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结算完了 好 那么这边进攻 是24啊 比4 那么就是6比1 最最大的比啊 就超过6比1 6比1算了 但是他有这个防线啊 苏俊俊俊这个防 他在防线上 在这个防御阵地上呢 他就会要往左移一格 所以从6比1变成5比1 啊 也就是说 对吧 防线最多 能打出5比1 这是最大伤害了 好 我们再投一次 2 那么5比1 2 也是drl 那么他也是被直接摧毁啊 然后 德军也是给二支部队推进 那么德军选择让这支部队啊 推进过去 那么这个也被结算过了 好 然后打这 这是一个19啊 打4 虽然跨了河 但是河流这个规定啊 是要所有的 进攻方单位都跨河的时候 才会有有影响 就是向左移一格啊 左移一列 但是他 有一支部队没有跨河 所以就没有这个影响 就只有森林的影响 森林呢 就是要向左移一列 这边是19比4也就是 不足5比1 按4比1来算啊 但是要 因为他是森林地区 所以就是3比1 那么我们再投 还是2 还是2 3比1的2呢 是一个DR DR就是这个防守防部队撤退两格 没有任何损失 只是撤退啊 这个撤退两格呢 撤退是这样 首先他能够随便往任意一个方向撤退两格 但是撤退完以后 不能够在敌方的控制区内 如果在控制区内就会被消灭 但是如果在他的所有路径中撤退两格啊 就是除除了就是如果又不能在敌方控制区中 又要撤退两格 那么 假设啊他剩下的路径全部都有 苏军自己的苏军部队啊 那么两支部队不能在同一个格子里 他就会需要再多撤一个 那是可以的 但是只有在没有选择情况下 否则要尽量就是选择撤退两格 又不在敌方控制区内 那么苏军能够选择地方就是这里 两格对吧 然后这里啊 这里不行啊 只能往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撤退 没有其他选择 那么苏军选择撤退到这里 好 那么德军又是可以推进啊 德军选择让这个 这两支部队任意选一支 德军选择让9-6啊 这支部队推进 那么这场战斗结算完了 好 这 这是一个 二十三啊 二八十六二十三比四也就是不到6-1按5-1算啊 5-1来算 我们再投一次 还是2 5-12啊 第一RL 那么这支部队也被消灭 德军选择让 这个 想想啊 德军选择让这支部队啊 这是步兵部队啊 向前推进一个 那么 他也打完了啊 他也打完了好 这两支部队打这个啊 是 14-4啊 也就是3-1 3-1的比 好 来结算 4 1X啊 4打出1X 1X不一样 1X它是一个叫做交换 也就是防守防部队首先要损失一点啊 那么他就直接被消灭了 因为他是这个 这支部队就直接被消灭了 因为他是这个 只有 他是这个 就是本来就只有 被吹被打残了嘛 就只有一滴血了 然后进攻方的部队要损失至少等于 防守方部队损失的这个 部队的这个强度啊 也就是他左边这个数值 然后防守方部队如果存在 如果还还存在他就要撤退两格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首先我们 苏军这部队要被摧毁 然后他目前的部队强度是4啊 在他攻击日是4 他先被摧毁 那么德军需要损失啊 部队他的 强度 至少等于4 比如说这是7-4 我们如果翻面的话啊 假如这支部队翻面 我们把这支部队翻面嘛 3-4啊 那就说他损失了4点强度 那就没问题 如果这边损失的不到4点 那么另一支部队也要损失 就是他至少要 跟防守方相同 就是至少要等于4点 还可能会大于4点啊 就是说 进攻方也遭受了一定损失 OK 那么这样的话 进攻就全部结算完了 我们把这个移动标记去掉 好 那么之后到下一个阶段啊 这个全部结算完了 就是这个德军的移动阶段 在这个阶段 德军所有部队都可以移动 包括之前战斗过 或者是移动过的单位 也就是说现在德军所有单位 又可以进行一次移动 好 那么德军这么走 哦 对 这支这个单位被消灭以后 德军要推进啊 呃 等一下 我要这支部队承担伤害吧 然后这个部队推进吧 这样啊 啊 那么德军进行移动 是这样 比如说这支装甲部队啊 向这个 呃 前方啊 德军部队移动到这个位置 啊对 然后这支装甲啊 等一下 这个部队是不能动 他们三都在这个四四的 这个部队控制区内不能动 这支部队 啊 这样移动到这个位置 啊 两格对吧 然后这边都不能动 这支部队向前推进一格到这个位置 OK 这边都不能断 8-6的部队向前推进一格到这个位置 呃 这边的话 6-4的部队啊 向前推进一格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两支部队啊 这样也这样走一下 推进一下 呃 这边也同理啊 这支部队 这个6-4的部队 123推进到这个位置 呃 步兵部队跟上啊 步兵部队跟进 这个5-4的部队 123 推进到这 呃 我不要不要 5-4的部队向 像 啊 向这推进没问题 这这个4-4的部队 推进到这个位置 这个4-4的部队 推进到 我看一样 呃 嗯 放到这儿吧 斯莫伦斯克到斯莫伦斯克了 或者到下一步也可以啊 他这个移动力还是够的 等一下他要么去补上面这个位 因为上面这个部队受损了 啊 没关系就放了这就放了这就放了这 OK 那么德军的移动阶段就结束了 OK 到苏军的回合 苏军回合 那么苏军首先是还是一个补充阶段 补充阶段 那么第一个回合 这个 到苏军回合 苏军第一个回合是有5点补充点数 那么补充点数是这样 把部队翻面 就是补充满边 需要一个点数 重建一支部队需要一个点数 但是重建的部队就是只有这个被打残的样子 呃 不能在同一个回合重建一支部队 然后再把这个部队翻面 就说你如果要把一个就是说要刷出一支满边的部队 就是怎么样都需要两个回合 对吧 那么苏军是这样 我们 还是采取我之前推过的那一次啊 试的那一次 试完那一次战术 就是苏军部队不追求质量 我们就叫数量 因为有这个控制区能阻挡移动的这个规则 所以我们只要追求数量不断的 怎么说就是刷兵出来把德军卡位置就行了 就拖延时间就行了 那么这样苏军首先把一般部队啊 就是这般部队刷在这个维亚之马 对吧 这个部队是直接可以 只要是这个城市有任何路径 就是普通的这个板块路径 就说不经过其他单位的控制区啊 能够连到就是 如果在德军的控制区内 那么这个路径是不通的 那么他只要是 但是本身这个被卡住是没问题 就是他只要往后走 对吧 他只要往后走 只要有 任何路径能够连到这个红色这个边缘部分啊 那么就算这个城市就是算 补给畅通的就可以刷兵 德军也是同龄 也就是说 他虽然他本身在这个德军的控制区内 但是他后面有格子不在啊 所以他只要从后面走任意一个地方对吧 连到那去了 他就算补给是通畅 就是他们没有被断补给 没有被断补给的城市就可以刷兵 那么首先 维亚兹马刷一班兵出来 然后热泽夫刷一班兵出来啊 苏军这个被打打掉的不对啊 这个卡罗加对吧 刷一班兵出来 这个奥尔尔 这个是奥尔尔吗 不是吧 奥尔尔 奥尔尔 啊 我不知道 我不太认识苏军这些城市的名字 反正这这个城市啊 这个 欧热 这个地方再刷一班兵出来 然后看海拉里有城市啊 好像没有了 如果有有些地方是有自己兵的 完了 我们在这个 图拉啊 再刷一班兵出来 12345啊 刷了五班兵 ok没问题 那么苏军就把所有的这个点数用完 这个点数 如果不用完是不能够 累积到下一个回合呢 就 必须是当这个回合用完 苏军不翻面 我们就刷兵就行了 疯狂刷兵 好 那么苏军这个 这个叫什么补充阶段完毕了 然后是苏军的铁路移动阶段 部队可以依铁路行动啊 他他这个移动点数必须 等于他这个部队移动点数 那么首先这支部队 12到这个位置 然后图拉的部队 123 4啊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卡路加的部队 12到这个位置 哎不对 我想一下卡路加的部队 卡路加的部队别动吧 就就就卡在这 卡路加的部队不要动 炎啊 炎河防守 不要 也可以又动一格到这儿啊 到这个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个森林吧 森林可能还好守 到森林这儿 啊 还是别吧 就 我们就放到卡路加 等会移动阶段 去往这儿走一个 就是 把这个刷兵点放出来 但是炎河防守 炎河防守 我觉得还不如森林 还是到这儿吧 我觉得炎河防守不如 等我这想要 如果德军把它打掉以后 德军就可以往前进攻 其实也还行 我们这只部队就放这个森林 这个位置就行了 ok 然后这班 莫加莫加斯克的部队 不动啊 等会我们往下走一点 然后这个热 热泽夫的部队 向前移动两个到这个位置 是吧 ok 德军这个铁路移动 苏军铁路移动结束 那么苏军的战斗阶段 苏军的战斗阶段 其实不因为苏军部队很差 所以其实不是很好打 苏军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这里啊 这四班部队啊 16点就是1比1的比例啊 1比1的比例 公平对决啊 四班部队向 德军这这支装甲部队进攻 呃 其他的位置 其他的位置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进 攻吧 对 我们就尝试一下 反攻一下这个 这个位置啊 这个不良斯克 其他地方不进攻 ok 我们 那么就是这个 16比12 1比1啊 按1比1来算 试试看 结果是3 3是交换 那么进攻方向翻面啊 这个 6点 那么苏军需要损失两支部队 因为他要 就是他至少要等于6嘛 那么他他他他这边 都是4 所以要损失两支部队 那么苏军选择损失掉 有点尴尬了 这样吧 呃 前面的部队不能损失掉 这个地方挺好守的 也是森林 对吧 这边这支部队可以损失掉 没问题 呃 这个地方是4打1 他损失掉吧 他反正也扛不住 哦 不行 他损失掉的话 呃 他如果 扔掉的话 那么就只有后面的部队能够 那也可以把它损失掉 ok可以了 然后之后这个 呃 德军的部队要向后撤退 这支部队要向后撤两格 远离这些部队 我德军选择 向 撤到这个位置 对下撤到这个位置 然后苏军这个 来把这个删掉 苏军这支部队向前推进一个到布良斯克 推进吗 啊对 可以可以 就这样推进一个卡卡这边下面的位置 ok 那么其他的 啊 没有了 啊 苏军的这个移动阶段啊 苏军移动阶段 那么这支部队 使用这个看一二 一 二 三 到这个位置 哎 我想想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样搞 应该是到 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这个防线其实不连贯 我看下到哪个位置比较好啊 呃 一 二 三 嗯 嗯 可以啊 他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支部队一二 到这个位置 这支部队一二三四到这个位置 对吧 四点移动力 没问题啊 啊没问题 然后我们这个 其他单位的话苏军没有单位能够移动了 这苏军这样所有单位又贴上德军单位了 对吧 苏军我说我的这个战术就是 不断的用部队卡住德军啊 让德军不能移动 这样的话就用来争取时间 好 那么苏军移动前结束到德军啊 到第二个回合啊 到第二个回合 德军的这个啊 这边这个头子没有意义 因为这是扩展包的 对对这个没影响 那个德军有一点啊 可以补充 那么德军选择把这个部队恢复过来 就是翻面 德军装甲移动 那么德军现在只有这把这个装甲部队能够移动 但是也没有地方去啊 战线都被填满了 我给跳过了到战斗阶段 德军战斗阶段是这样 看怎么打啊 呃 德军战斗阶段 嗯 呃 他们俩打他肯定不行 这又跨河又森林的话就很差了 效果 那么这样打的话是 17 有点超了 这样打又有火力好像就感觉溢出了 这样打的话呢 17比4 44 16 3 3比 呃 那么这样打的话就是 29那肯定超了 超了就超了吧 这三支部队打他 完了以后 20比4 这两支部队打他 然后这里 15比4这两支部队打他 然后这个 这样打的话是会变成1比1啊 虽然是2比1但是他有森林 所以不打这两支部队打他啊 然后上面的话 啊 这边已经打过了 这两支部队去打他 呃 这边的话 他们三打他 他们俩打他 OK 那么结算的话 德军从上往下结算吧 我们也不难的那个了 从这边开始 这个是10比4就是 2比1但是有森林所以变成1比1啊 还是1比1的比 好那下面这个8-4打一下4-4吧 1比1我我也打了 不管了我打 OK 1比1来投 1 那么苏军要撤退两个 我苏军选择1-2撤退到这个位置 德军推进 德军这半部队推进 好 好这里 这里是20-4 是吧 对 没错 20-4就是5-1 5-1是6 是第一啊 第一就是 防守方单位直接被消灭啊 那其实但是他本来就是一半的 就是如果他是 满边部队也是直接被消灭啊 他被消灭掉 然后苏军 德军选择这支部队 啊 等会 嗯 这支部队向前 推进 这样推一下啊 金刃部队放在前面 哎哎哎哎 搞错了 我是要标这个移动 好 这边啊 16-4就是 4-1 但是有这个防线 所以是3-1啊 3-1 来投 5 啊 交换也是交换 那么苏军还是被消灭 德军需要翻面 如果翻他的话 你看只有三点 那么这边也要翻 所以德军只能翻这支部队 只能是装甲部队受损 好然后 德军在推进啊 推进的话是这个 我看一下哪支部队推进比较好啊 呃 德军选择不推进 啊 这边我要说一下为什么 因为等会我要让这个移动阶段 让这支部队 到这个位置 怎么怎么走呢 是他走到这里 再走到这里 两支部队是不能在同一个格子里啊 但是两支部队是可以 就是一支部队是可以经过几方 部队的格子 只要他最后不停留在这就行 所以我是因为这支部队 这个装甲部队已经受损了嘛 但等会在 呃 苏军回合还会要挨打 所以我是想把这支部队顶到上面去 然后 后面部队跟进啊 所以我们德军选择 不推进啊 德军是这个被打完是可以不推进的 德军选择不推进 好 那么现在是这边啊 这边是一个 29比4啊 就已经超过了 就肯定是6比1 但是有防线 所以是5比1 啊有5比1 走 5比1 2 第2L 那么也是被歼灭 呃 苏军 啊 德军选择这个 呃 5比1 5比1 是第2L 也是这支部队被歼灭 那么 德军依然是这支部队向前推进 哎 等会 我德军选择不推进啊 德军选择不推进 等会让这支部队来顶过来 这支部队放到后面 庄稼部队放到后面 等会 这支部队 因为庄稼部队我发现 对吧 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军其实 我想一下庄稼部队要不要推到这儿来 还是说 嗯 他推到这儿的话 等会这边打完他推到这儿来 啊 也可以啊 也这样做也 不走 等下等下这支部队往上顶啊 他他他不推进 他不推进 好 这边这两支部队 是 15比4啊 就是 不到4比4 3按3比3比1 不到4比1 那3比1来算 3比1的2是DR 这支部队要往后撤退两格 他选择撤退到树林里 德军这支部队推进啊 他也是 然后这边啊 2比1 然后又森林变成1比1 头2 1比1头2是交换啊 这支部队被消灭 呃他要翻面啊 ok 那么 德军这个 呃战斗阶段啊 就结束了 那么就到了这个 德军移动阶段 感觉其实解说起来慢一些啊 因为我要 把我这些思考啊 把这个 全部说一遍 然后要给对吧 因为我想的各位可能不一定明白 所以我还要表达出来 所以确实慢一些 你看这个呃 这一会儿就就四十多分钟了 这才一会儿就四十多分钟了 我们再玩看看能不能再玩一两个回合 那看下这个视频可能还得做两期啊 我觉得可能还得做两期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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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掉了一根头发 好 那么到德军的这个移动阶段 那么这个按刚刚说这支部队 一二 对吧 哎 不对 不要 我想了个办法 这支部队 一二三 到维亚兹马 这支部队向前推一格 维亚兹马在这儿 搞错了 就是一个防线上 反正是装甲部队推到这儿 这个部队推到这儿 我直接把装甲部队从这儿掉掉到前面去 对吧 然后这边是这支部队 呃 一 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别别别别走了 别走了 不这样走不这样走 这边 苏军被打出了一个缺口 这支装甲部队 一二 对吧 到这儿 三 四 五 六 占领这个 占领这个城市 好 然后这支部队 一二 三 哎 等下 这支部队也可以走了 一 二 三 四 五 等一下 一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到这 这个到图拉边上 这支部队 我们就绕过 苏军控制区啊 一二 三 四 五 那不能走这儿 只能往下走一个 好 不不 就是停到这儿 五 停到这个地方 苏军在下面 德军在下面打出一个缺口 这是装甲部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到这 好 没问题没问题 好 然后这支部队 好 步兵去 填线 一二 三 到这 一 二 到这 一二 三 别这么走 一 二 三 到这 一 二 三 四 到这 一 二 三 啊 不对 一 二 三 到这 因为他不能往这走 由这边有德军 然后他只要进去 他就要停止移动 那么停止移动就违反了这个 呃 不能在一起的这个规则 所以他只能往这儿绕 一二三 到这儿绕到这个地方 OK 没问题啊 然后 这边 哎 不对啊 一二 三 四 一 二 啊 他只能到这 对对对这这这这没问题 然后这边 这这不得推进一个顶上去 不对 一二 啊 这这不得一 二到这个位置 这这不得一二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了 这个不得到这儿来 等下准备往上顶 这个不得 到这儿来 这只不得到到这儿来 差不多德军在下面打了一个缺口 这个跟我第一次推不一样 对吧 我这边 没有注意到结果 完苏军这边没有注意到这个德军在下面打出了一个缺口 那么这个不良斯克也被德军占领了 打一个标记 再看一看一眼啊 对吧 对 OK 德军很快就能推进到图拉 但是当然苏军肯定可以刷兵了下游了 好 那么德军这个移动回合结束到苏军的这个 就是 也是五个啊 也是五个 也是五个 苏军的这个 恢复啊 叫做准备阶段 或者叫做 更替阶段 那么苏军首先刷一班兵刷到图拉 对吧 必须要挡一下了 然后再刷一班兵在这个 卡卢加 再刷一班兵在这个梁战 然后再刷一班兵到这个热泽夫 再刷一班兵在 莫扎埃斯克啊 苏军还是用这个刷兵大法 不断的刷步兵出来 刷兵去卡位置 OK 现在是第二阶段 苏军的回合 好 这边结束 那么铁路移动 移动阶段 苏军选择 嗯 怎么走 有必要铁路移动走一下吧 嗯 他到这儿了 然后这班部队 1234 这班部队到这儿了 1234 然后这班部队 给 先不动啊 我看一下要不要动 呃 可以到这儿来 正面其实 苏军也有点薄弱了 这个问题 正面也有点薄弱了 嗯 他往下走吧 他还是往这边卡一下德军这边的位置 到这儿了 OK 这个 铁路移动结束的苏军战斗回战斗阶段 那么首先是这样啊 3 这样打是1比1啊 滑不来 这样打也是1比1滑不来 这两个打也是1比1 这边 啊 苏军没什么好大 苏军 苏军选择不打啊 没有没有战斗 OK 苏军的普通移动阶段 我这支部队 1 2 到这儿 这两战的部队 1 2 3 到这儿 这支部队 呃 1 2 3 4 到这儿 哎 等一下他要不要到这儿 两战的部队要不要到 不要 1 2 啊 两战的部队到这儿 也可以 1 2 3 4 这支部队到这里 123 4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的话 都没有可以动的 嗯 没有可以动的 OK 那么苏军的这个移动 也结束啊 到这个第三回合 就泥泞阶段 这样 就只能挪一格了 这个在移动回 阶段都只能挪一 包括这个德军的这个 装甲移动阶段也是只能挪一格 那么这个苏军的嗯 苏联的这个泥泞啊 对吧 道路泥泞 那么德军的 看呀 要不 嗯 OK 有一点啊 德军可以把这只装甲部队翻面啊 还是一样 然后 今天上次不是 感觉特别不好 装甲移动阶段 那么德军装甲部队 他可以动 他可以动 挪吧 啊 这样挪一格挪一格 步兵部队也只能挪一格 这支部队往这挪一格 然后 其他的部队没有需要动的 没有需要动的 OK 步兵现在不能动啊 是现在是装甲移动阶段 步兵还不能动 好 这个战斗战斗阶段 这两支部队打他 这两支部队打他 哎 不行 是这三支部队打他 这两支部队打他 对 然后 这两支部队打他 不要 不用不用 一个打一个就够了吧 想一想 从下面看吧 他们俩去 他去打他 他们俩去打他 他们俩去打他 他去打他 可以 他去打他 他们俩打他 他和他打他 他来打他 他进攻这个 OK 这边先不打 好 解算我们还是从上往下吧 就简单一点 那么我们看到是他们俩打这个 哎 不对 他们三 他们三打这个 二七十四 一十七 那么就是四比一啊 就森林变成三比一 三比一就是三啊 DR 他要往后撤两个 那么他要撤到热泽夫 这边他来推进 这边打完了 好 这两个打这个 是一十八比四 也是四比一 四比一四 就是DRL 那么这支部队直接被摧毁 德军的话 他推进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城市啊 这个维亚兹马也被这个 德军占领 好 这边 十二 比四啊 三比一 三比一 DR撤退 后撤两格 德军选择 一 二 这样 撤到这个位置 等一下 对 撤到这个位置 苏军选择撤到这个位置 德军选择 不推进 德军选择不推进 好 这边 一十八比四啊 就是四比一 四比一 五 五 是DRL 那么这支部队被歼灭 德军选择 对啊 这边德军选择推进啊 这个不能不推进 因为宁定阶段移动力很差 所以还是推一下 这边 这边德军打完以后选择 这边还是不推吧 他要往这边推 他要往这边推 比 哦 这样推 感觉有点浪费 还是推一个吧 能多走一个是一个 这边德军也是 这支部队往前推一个 这边 一动啊 好 这边 十二比四 三比一 有数零变成二比一 头 二比一四 就是交换啊 二比一四是交换 那么他被消灭 六比 啊 这个只 他只损失三点 所以不行 所以这边也要损失三点 这样他们俩都 都受损啊 这样才行 然后是 那么我们让这个这支部队啊 推进一个 他这个 啊 可以 他这个是标记移动 好 这边十二比三比一 头 三比一 二 D R 他要往后撤退两格 那么这儿有一个控制区 所以不能往这边撤 啊 他只能往这边撤啊 啊 当然也可以往这儿撤 那么他选择往这边撤 苏军选择往撤到这个树林里 然后他往前推进一个 啊 这边 呃 九比四啊 二比一 哦 这边不能打 因为他是 九比四 也就是二比一 但是因为有防线会变成一比一 然后图拉是主要城市 主要城市 他又要往左一格 又要往左一格 也就是说他这边会小一比一 那么这场战斗是不能够发生的 就打不进去 完全打不了 啊 那么德军的战斗会阶段就结束了 那么就到了德军的这个移动阶段啊 德军 那就往前推吧 这支部队往前推一格啊 部队往前推一格 往前推一格 这个部队往前推一格 这支部队也往前推一格 对吧 这个只能一格一格挪了 现在 呃 他也往前推一个 哎 不对 这样有可能会被歼灭 啊 他还不能退 他不敢退 他往前推 这边可能可以一个 呃 就是可以可以尝试歼灭德军就是部队 所以不能退 他往前推一个 啊 这边往这边推一个 呃 这边的话 六四五四八六 六四这又不得往这推一个 他往下面推一个 五四又不得往这推一个 呃 他 他也往下推一个吧 OK 那么就 德军的移动阶段要结束了 看一下啊 这边 没有问题 好 到苏军啊 苏军的这个也是 补充 那么在 尼令尼令回合的这个苏军只有四点啊 就是这个补充援军啊 只有四点补充点数 那么苏军还是刷一般兵 首先在这个卡路加刷一般兵 在这个莫扎埃斯克刷一般兵 在这个梁战刷一般兵 对吧 OK 然后在 是不是要考虑翻一下面了 在图拉这个地方把部队翻个面啊 翻成一个就是完整 完整的部队 哎 等一下 我要在图拉翻面还是在啊 在图拉翻面没问题 好 那么就四点用完了 OK 好 到这个铁路移动阶段 铁路的话 这支部队往前走一格到这个树林里 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其他的不用动 好 苏军的战斗阶段 苏军战斗阶段 嗯 苏军不好打 没什么好打的 就 因为1比1的战损 肯定苏军是不不能打的 因为1比1的战损的话 苏军如果打出来交换 那么苏军自己要损失单位 那么就 苏军单位就更少了 因为德军本来单位就很多 对吧 所以那么现在这个战况 基本上只有1比1的战损 所以苏军就完全不能打 所以苏军选择不不不进战斗阶段 直接到移动阶段 所以移动阶段把这班部队推到这个防线上 重新推回防线上 重新推回防线上 其他单位没什么弄 这个量赞的部队 这样 123 4 等一下 对到这个位置 重新在这一侧构建一个防防线 其他的不用管啊 结束 那么到这个 啊 这个第四回合 那么苏军把这个 第一突击集团军啊 加入这个七排队啊 叫七排队 应该就叫七排队吧 就这么叫他 OK 然后德军的这个 OK 到了德军的这个 补充补充阶段 德军把可以把一班部队翻面啊 或者德军没有没有被摧毁的单位啊 所以他只能把部队翻面 这是 三四 这个四四翻面过来应该是八四 但是这个地方距离战场太远了 我觉得 不行 德军我觉得还是把这些部队翻面吧 比如说 把这些部队翻面 六四的 因为这边距离战场太远了 实在是没有什么 把这些部队翻面就行了 好 那么德军的装甲移动阶段 装甲 呃 有能动的吗 有 他挪一个 他挪一个 其他的没有能动的 OK 战斗阶段 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还是不能打 又是跨河 又是又是打树林 这肯定不能打 呃 那么就是 他们俩 打这个 他们俩 我看一下 可以 他们俩来打这个 他们俩来打这个 然后 哎 不对 他们三打这个 看这边如果加起来多少 14 这边是24 6比1 但是会变成4比1 那也可以打 这三个打这个 这三打这个 呃 有没有必要 有必要 这个地方其实卡住了很多部队 他们三打这个 然后他们三来打这个 呃 这边的话 他们俩打这个 有没有必要 还是说他打 他 因为如果只是击退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因为击退的话苏军又可以卷土重来 呃 那么他们俩来打这个 这个 打这个 他打他 不打图了 他来打他 然后 这边这两支部队打下面的 OK 从上到下来结算 首先是这三 打他 是 2714 然后加822 22比4 5比1 然后有防线是4比1 来走 4比1 然后到6是第一啊 第一是这个防守防直接被摧毁 那么他就没了 然后推进的话 我们让这个 想一下啊 让他退一个 好 这三打这个 24比4啊 是6比1 最高的比 但是有森林又全跨核是4比1 4比1 4比1 击退 那么他要往后退两格 他选择退到这个 这个位置啊 把城市控出来 因为城市得要刷兵 退到这个位置 那么 德军选择让 装甲部队推进一个 哎 不对 这是第四回合啊 下一个回合就没有宁定了 下个回合没有宁定的话呢 我们用步兵部队推一个吧 下个回合装甲部队看他自由移动 看得到哪 哪个位置 让步兵推一个 好 这边是24比4啊 是6比1 然后有森林是5比1 5比16是第一亿啊 防守防御全部都被摧毁了 说 德军选择让 思考一下 可以让这个部队改下位置 这样这个部队就就 空出来 让他往这推一个 他不动 这样的话 这支部队就是 自由了 自由了 当然也不一定啊 是对对 这部队自由了 然后这边12比4啊 3比1 3比1的5是交换 他被摧毁 那么他是 一半 完了以后 他选择不推进 选择不推进 这边9比4啊 2比1 2比1的1 DR 击退 他往后退两格 退到 退到这个位置 这边选择推进啊 往这推一个 下面这边 10比4啊 2比1 然后有森林 1比1 1比1 5 5N1 N1就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啊 这边 叫打了一场就是 打了一场战 但是 战线没有什么变化 OK 那么德军的战斗阶段结束 到德军的移动阶段 挪 德军的移动阶段 这支部队往前挪一格 这支部队往前挪一格 这支部队往下挪一格 这支部队往前挪一格 我看一下 这个部队往前挪一格 这个部队往前挪一格 想想想想想想想 怎么打比较好 他往 这边挪一个 哎 不对 这样的话 可以他往这边挪一个 他往前面挪一个 装甲单位先不要动 他也可以挪一挪 但是别别动的太厉害 他往 这边挪一个吧 他往上顶一下 这支部队现在移到这个空地上来 他往 他往这走也行 他往这走也行 好 就这样 好 然后到这个苏军 苏军回合 那么 首先肯定是要把这支部队刷出来 但是不要刷到前方 我们要最好把它恢复满了 再投入战斗 所以把它刷到莫斯科 把它刷到莫斯科 完了以后 这个有四点 还是 然后 然后 药泽夫刷一支 然后这个莫斯科再刷一支 完了以后 这个 梁战再刷一支部队 好 用完了 用完了 到铁路机动阶段 铁路移动阶段的话 这个部队可以先动啊 对吧 只是说没必要现在投入战斗 他可以动到移动到这个位置 好 梁战的部队不要动 他也不要动 其他部队不要动 OK 到苏军的战斗阶段 苏军首先这样 一二三 这三支部队上他进攻 哎 等一下 1比1的话没必要 没必要 不打 这边没必要打 这边都没必要打 这边打不了 这边也打不了 小于1比1 那么苏军没有战斗阶段 没有讲究 到苏军的移动阶段 就这样 他走一个到这 卡住他 他一二到这 卡住他 这边这支部队 莫加伊斯克的部队 走一个到这 这支部队 一二 三四到这个位置 其他的 他可以往 这边走一隔吧 到这个位置 大家都不要动 好 那么苏军结束 第五回合啊 这个 到11月份 11月6号了 41年就是结冰了 所以这个尼定就没有了 到德军的准备 就算是一点 德军还是把这支部队翻面啊 翻面过来 装甲部队 优先 补给装甲部队 现在是一个小时多了啊 那么我们 看看能不能退完 应该 咬咬牙应该可以的 好 然后到这个装甲移动阶段 装甲移动阶段 这样 嗯 嗯 1 2 等一下 有没有突破口 我看有没有突破口 123 4 5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 1 2 3 4 5 到这个位置 完了以后 这支部队 123 到这个位置 呃 其他装甲部 这里有一支部队 123 4 5 到这个位置 对 好 OK 装甲移动阶段结束 哎 不对 123 如果到这儿呢 到这儿是一次跨河加 冲防线 不明智 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吧 没问题 好 那个苏军的战斗 啊 德军战斗阶段 首先是这样 这三支部队 进攻这个 苏军单位是 30啊 这是30 30比4 最最大指的就是6比1了 对吧 肯定是6比1了 好 然后 这两个部队还是继续打这支苏军啊 呃 然后我看一下啊 他来进攻这个 这支部队 他 3比1比他不动 呃 这两支部队 这两支部队 让他想这么大 这两支部队进攻他的话是16比4 4比 哦 对 这两支部队来进攻这个 这支部队其实不要动啊 就放到后面啊 我不要动 不要动 不要动 这个庄稼部队不要动 不要挪过来 要挪过来吧 还是挪过来吧 已经走了走了 算了 这两支部队打他 然后这两支部队 打他 好 没有了 还从上到下结算吧 15比4啊 3比1 走 5 EX啊 交换 那么他被 摧毁 啊 他被摧毁 他翻个面啊 他翻面可以 没问题 啊 他翻面 那么这支部队往前推进一格 嗯 OK 好 这边 16比4啊 4比1 但是有森林3比1 2 是DR 要后退两格 他选择退到 退到这个位置 好 德军是 这支部队推进啊 这支部队部队推进 好 然后 这边是他打他啊 3比1 4 EX交换啊 交换什么啊 交换 他被摧毁 他翻面 翻面以后 德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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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 德军选择推进 OK 好 这边 30比4 呃 那反正是6比1了 对吧 不可能更高了 5 他直接被摧毁 然后 德军的话 这支部队推进 好 然后这边啊 10比 啊 这边还是1比1 啊 1比1 5 什么事也没发生 OK 好 到移动阶段啊 机动行星的时候来了 移动阶段 这是状态部队 12 3 4 5 6 站立莫斯科 呃 看一下啊 大城市也不减少移动力啊 这个都不减少 跨河都都不减少移动力 只有森林减少 OK 站立莫斯科 那莫斯科这个地方 啊 当时现在没有算胜利啊 因为要到结束之前啊 他占领以后还得守住 啊 占领莫斯科啊 占领莫斯科 因为我们不是扩展包啊 所以这个也没有任何 这个叫什么 也没有任何这个其他效果 如果是扩展包的话 他有一个这个 呃 就是 如果是扩展包的话 他有一个这个就是斯大林被 呃 就是 不得不放弃莫斯科 然后苏军部队有一个 呃 怎么说 有一个这个 buff啊 就是debuff 叫做 但是这个是普通版 所以没有啊 德军占领这个莫斯科 然后这支部队 12 3 4 哎等等 他是怎么走的 这边这边有个控制区啊 123 4 5 6啊 这没没问题 123 4 5 6啊 这支部队过来贴这个第一突击军啊 把它顶住 第一突击集团军应该叫 这支部队 123 他移动三格啊 把这个 梁战 至于德军控制之下 啊 其实没有用啊 这个没有意义 算了 别走掉 因为梁战就算被德军控制了 也没有意义 他他贴着这个边界的 他贴着这个边界的 就是苏军还是能 反正能从这边上刷兵 对吧 梁战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个在在哪个边上刷兵都是一样的 那么他123 4 5 6 哎不对 5 6到这 到这个地方 去保卫 德军现在要要 德军现在变成要守住莫斯科了啊 对吧 123 4 5 6 对吧 到这个位置 好 这支部队也被 其他部队看有没有动 看看啊 这支 计划部队 123 4 不行 这样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苏军会从这边上刷兵过来 我 这边走的话 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我就放在这 让 哦 不对 这样不行 这样的话苏军 啊 对 也可以 我让苏军刷兵刷到这 这样就浪费他的补充点数 让他不能去救援莫斯科 呃 完了 这班步兵士啊 123 没问题啊 有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样走 这把步兵士就够了 123 4到这 这班装甲部队到这也行吧 也行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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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装甲部队会有危险 他这边会两边夹击的 呃 那也没办法就放就就就就就就就这样吧 这只不对 12 这个不这样走 这个123 这只不到这 他到这 他顶上去 他顶上去 他到这 啊 不不他到这 这就不对 12 啊 他他先别走 12 他还不能经过这 是吧 那那没问题 123 4 到下面 OK 现在变成了德军要卡住这个苏军的这个位置 让苏军不能够及时会员 嗯 这样好 那么德军移动要结束到苏军的这个补充阶段 也是5点 那么首先 这班部队 啊 这班部队他现在被断补给了 这两个控制区 哎没有吧 这有控制区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走这边 123 还可以走这边 他补给还没有权断 123 4 对吧 所以他可以翻面 德军差一点点就断补给了 你德军往上走 把他补给断了就行 他翻面好 然后再刷点兵出来 这里刷完兵卡住这个 卡住这只装甲不对了 刷两万兵 然后 呃 这边刷完兵出来 然后他翻面 123455 5点 ok 用完了 好 铁铁路移动阶段 这班部队 一 二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班部队 啊 这班部队刷在上面 刷了 刷了上面 刷了上 哎 不对 啊 他刷了上面 刷了刷了上面 不要刷上面 刷了上面 然后走一格到这个位置 嗯 其他的部队 没有能动的是吧 应该没有能动的 ok 好 数据呢 这个战斗阶段 那么 啊 啊 这个主要城市是这样 他可以这个 左翼一格也可以选择 把它换成这个 啊 可以把它换成这个 啊 就是少一点伤害啊 是这个意思是吧 苏军进攻啊 苏军这个 啊 这两支部队向他进攻 一比一 向他进攻 哎 不要不要进攻吧 就这样这样 不不 不进攻 不进攻 就卡住位置就行了 这班部队 和这班部队 夹击 这支部队 然后 这两支部队 夹击这支部队 呃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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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首先算这边 8比8比3就是2比1 2比1 没有其他就2比1 2 啊 DR 德军要撤退 德军向后撤两个 撤到这个位置 呃 苏军选 则 苏军不动啊 苏军不退 推进 苏军推进吧 这班部的往下面推一个 推进一下 然后这边是12比6 2比1 2比16是N1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对吧 N1啊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OK 苏军加油阶段结束 到苏军的移动阶段 苏军没有单位可以动啊 所有单位都贴上去了 没有动的 OK 到下一回合 到德军的第6回 第6回合的德军可以补充一点部队 把这个部队翻面 好 然后是德军的装甲移动 德军所有装甲部队都被卡住了 所以不能动到德军的战斗阶段 德军战斗阶段首先这两支部队 啊 部队 他 打他 他 哎 不对 他打他 他打他 然后这边是三支部队围攻这个 要不要打图拉 不用打图拉 呃 这两支部队 图拉要打 不然这支部队被卡住了 他就把自己卡住了哎哎也没事 这两支部队来打这个 然后这边是1234 来打这个 哎不要要要要4不用吧3支就够了吧 3456不行啊4支部队 围攻他 然后这边是 这两支部队打这个 他打他就行了吧他打他也不用打他不动吧这边的话是 他们俩 他们俩打他 其他的不动 ok从上往下结算啊下面也继续打 他们俩下面德军不打吧就这样卡着就行了两支部队就卡着这这两支部队不动了不打他了 啊德军选这个18-44-1然后森林3-1 然后是3 呃 输军要撤退 那么输军选择12啊撤到这个 呃森林 德军选择让这支部队 推进一个 好然后这边是4支部队打他 19-4也就是4-1 1 1R啊 那么输军也要撤退 你选择撤退到这个森林中 德军用 嗯 这支部队推进 哎不要不要不要 德军用这支部队推进吗这支部队推进 啊也可以用这支部队推进 好然后这边 24-4啊6-1然后跨河森林变成4-1 4-1R车DR撤退 苏军还是要往后撤 苏军选择 撤到这个啊不行不能撤到这个位置 苏军只能撤到这个位置 然后德军这支部队向前推进 哎不对 这支部队向前推进 哎对 然后这边 2-1 2 苏军要往后撤 呃 这边不行 这边不行 他只能往这边撤 撤到这个位置 德军选择不退进 这边他打他 2-1 6 什么事也没发生 OK OK 那么德军的战斗阶段结束 这边没有打啊 这边就是这个样子 僵持 呃 德军的移动阶段 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 想一想 等一想 他 这只不对 一二三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只不对 不不不 这只不对 一二 他不行 这只不对呢 一二三到这个位置 装甲部队 到这个位置 装甲部队不到这个位置 装甲部队还是先别动 步兵部队到这个位置 我看一下怎么样好 这个地方肯定会被德军占领 看下谁上比较好 装甲部队到这个位置可以 步兵部队一二三 到这儿 然后这只部队到这儿 这只部队一二三到这儿 一二三四到这儿 没问题 这边都卡住了 不能弄 这边的话 这只不对 一二三四到这儿 OK德军移动计划结束 到这个又到了苏军的 回这个恢复阶段是五点五点 有点难搞了 现在这个情况 注意这班部队 首先翻面一点 这班部队翻面两点 这班部队其实不能刷在这儿的 搞错了 这班部队先不要翻面 就他翻一个面 他也先别翻面 这样就还有五点 五点的话 那么首先这边刷一只 然后这边刷一只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他来翻面 没问题 他来翻面 没问题 这边再刷一只部队 三 这边再刷一只部队 四 然后 我看哪个地方再刷一只部队刷到五啊 嗯 再刷一只部队在 哎 再刷一只部队在这儿 或者我们把一只部队翻面也行 嗯 这只部队是肯定没法补给了 他这边全在控制区里面 啊 啊 啊 他这边也没法补给了 这边都在控制区 啊 这这这这些部队都没法进行补给了 全部被控制区卡住了 这只部队也没法补给了 不过他是满的 那我是再刷一班冰呢 还是我再刷一班冰吧 刷到这儿 123 然后两个翻面5点 OK用完 那么铁路移动阶段 就这样 他到这个位置 啊 没问题 他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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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单位应该没有能动的了 对 OK 那么苏军的战斗阶段 这三支部队向这只德军进攻 对吧 R816 R10比8 就是2比1 对 向这就是德军进攻 完了以后 嗯 嗯 这边还没法打 嗯 主要是刚刚苏军没有在莫斯科放一班兵 大意了 其实莫斯科应该放一班部队的 苏军把部队全拉出去了 大意了 其他地方的话 这两班部队进攻他 这班部队进攻他 他来进攻他 他他他他他不懂 他不懂 他也不要动 他不要打 他一个人卡住两个单位够了 他们俩来打他可以 嗯 其他地方不进攻 OK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这边 呃 8比3 也是2比1 2比1 3是交换啊 那么德军这班部队 被消灭 苏军的话选择这班部队被消灭 OK 然后苏军不推进啊 就卡在这 呃 然后是 这边 20比8啊 2比1 2比16 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啊 没有打动 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其他地方的话 没有战斗啊 没有战斗 好 那么到了苏军的普通移动阶段 那么这班部队向下挪一个到这个位置 呃 其他单位都动不了 OK 结束 那么到了 德军啊 最后和德军的这个补充阶段 德军选择 把 其实把这班部队翻面啊 到6点 OK 好 德军装甲移动阶段 德军装甲都被卡住了 应该 没有能够移动的 123 45 678 对 好 到战斗 德军战斗阶段 那么这两班部队打他 完了以后 嗯 这个 这班部队打他 这三班部队打他 这三个部队不叫班 总是习惯了对吧 玩s要玩多了 这三支部队打他 呃 这两支部队打他 完了以后他打他 他们俩打他 OK 从上往下解算 10比4 然后就是2比1 有防线变成1比1 1比3 是交换 那么苏军这个阵亡 德军这边的话 翻个面 OK 解决 推进一个 好 然后这边的话是这里 18比4 4比1 4比6 是DE 这个直接被消灭 好 这个 推进一个 推进一个 这边 21比4 5比1 然后有这个防线 所以是4比1 4比13 是交换 那么他也被消灭 然后 德军选择他翻面 三点 他翻面 可以了 他们俩翻面 然后 这班部的 推进的话是 要推啊 要推 这班部的往前推一个 好 这边打12比4 3比1 有胜利变成2比1 2比1 3 是交换 他被摧毁 他翻面 德军选择不退进 不退进 这边是2比1 6 是什么也没发生 14比4 是3比1 2 DR 德军要撤 苏军要撤退两格 撤到这个位置 德军这班部队选择推进 不对不对 装甲部队选择推进 这边移动完 OK 这边的话 德军是打一下吧 还是打一下吧 1比1 6 AL 进攻方损失一点 防守方什么也没有 行 到了德军的这个移动阶段 那么德军 这样走一个也没法动了 这般部队空出来了 1234 也没什么好动的 这般部队往前推吧 真的 没什么好动的 这般部队123到这个位置 这里 123 然后 这支部队12到这 这支部队往下到这 装甲部队 没法动啊 还是这里 123456 到这个位置 这边的话推进一下 把这个热泽夫占领 没有忘记 对 就 其实不用占 没关系 不用 直接到这来 他到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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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了 OK 到苏军啊 苏军最后一个阶段 苏军有五点 那么苏军选择这个 他翻面 他翻面 两点了 他翻面啊 三点了 没办法再招更多的兵了 对 没办法再招更多的兵了 那么就 其实其他影响也不大了 再刷两班兵吧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影响 这边刷一班兵 这边给他翻面吧 翻面其实也打不动 不如多刷一班兵 卡一下位置 好 五点刷完了 那么苏军的铁路移动阶段 没有 没有移动 苏军战斗阶段 这三支部队打他 这三支部队打他 只能这样打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其他的应该对这场战斗 没有任何影响了 我们就可以略过去不解算了 因为对吧 最终只要控制莫斯科 我们先只要判定一下 其实只要判定一下 莫斯科这场战斗就行了 如果苏军不能把防守部队赶出去 那么就就失败了 如果赶出去了 苏军就胜利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边是24比9 也就是2比1 然后德军选择把这个 变成1比1 德军选择是那个就是减成是变成1比1 而不是减少损失 是兵力比变成1比1 然后没有其他的修正来投 2 EX交换 那么苏军就失败了 因为他这是5点嘛 苏军肯定要两个地方承受伤害 但是德军交换是不用 交换要后退啊 等一下 交换要后退 那苏军胜利了 他要往后撤 撤两格 但是他无论怎么撤都会在苏军的 等一下这支部队无论怎么撤 到这儿苏军控制区 这儿苏军控制区 这儿苏军控制区 他无论怎么撤都在苏军控制区之内 对吧 那还有只能被消灭 因为如果有部队在苏军控制区之外 他需要继续撤退 因为不能在一个 但是他所有能撤的位置 都在苏军控制区之内 这般部队直接被消灭 然后苏军推进一个 对吧 夺回了莫斯科 那就不用看了 因为德军不能动了 对吧 后面的都不用看了 苏军那个什么移动阶段 什么都不用看了 因为德军已经不能动了 对吧 所以那么最后是苏军获得了 胜量虽然德军一度的攻入了莫斯科 对吧 那个古德利安的侦察 装甲侦察连都已经说能看到莫斯科 这个对吧 历史上是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塔尖 这个 这个有 这个这场兵器的剧本是 他都攻入了莫斯科 斯大林都已经 只能够丢下莫斯科逃跑啊 这个疏散 紧急疏散 但是苏军还是最后攻又打回来了 对吧 又把莫斯科打回 虽然这个情况 我觉得 再往后发展还 我觉得还是不太妙啊 这个 OK 那这场打完了 哇靠 这都快一两小时了 也还行吧 虽然有解说 比我自己推的时候慢了一点 还行吧 大概这个兵器 普通版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啊 七个回合 全部推完了 规则比较简单 但是 也还是有一些意思 就是说 规则比较简单 推的比较快啊 比较相当于比较快的一场推战 但是 怎么说 要素都还是具备的 然后你看 刚刚这个 这一次的我大意了 因为第一次推的时候 苏军 我节节后撤 对吧 最后在这一线啊 这一带 挡住了这个德军的 攻势啊 德军没有 没能打进去 这一次我大意了 在这个 不良思克这个方向 德军打出了一个缺口啊 就是 呃 苏军防线的完整性被破坏了 然后德军的装甲部队长驱直入 当然这 这场推 这 推这一次啊 我也是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啊 就是 德军装甲部队 因为他是能够动两次的 而且他本身移动力也比较高 所以 他与其这个 在战线上面跟苏军进行拉锯战啊 就是打完一个推一个打完一个推一个 不如 不如就是怎么说 快 就是打带跑 对吧 快速打完战斗 然后直接奔向 就是 呃 关键地方进行突击 然后消灭掉出军的关键的部位的守军 完了以后 剩下的装甲部队从这个缺口啊 直接就鱼贯而入 超包抄进行 就像你刚刚我们在布良斯克这边打出的这个缺口一样 是吧 打到缺口以后 所有装甲部队直接开始绕 从这边绕啊 一个这个 呃 下勾拳啊 或者叫右勾拳 对吧 从这边 直接啊 对吧 这个德军祖传啊 这个德意志祖传又勾拳 对吧 从这下面 从这边对吧 从这个梁战这个边上啊 这样绕过来 然后从莫斯克的南方打进打进莫斯克 对吧 然后苏军其实也大意了 我把部队全部派到了战线上面 莫斯克没有留一般部队手啊 如果莫斯克有一般部队防守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拖延那么一个一个回合 对吧 能够拖延到援军了 但是莫斯克我忘记留部队手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疏忽的地方 然后就是这个之前 对吧 一直说的苏军这个第一突击集团军啊 牛逼啊 结果 啥也没干 因为德军也不打他 对吧 他也没法主动去进攻什么德军 所以 啥也没干啊 还是得靠这个普通的这个步兵集团军啊 还这种就是普通的集团军啊 步兵步兵集团军 OK 那么 步兵集团军是不是有点奇怪 不过他因为他这个差就是步兵部队吧 对吧 一个这个 举行一把插 其实就叫集团军吧 我觉得就叫集团军比较好 因为苏 你看苏军都是四把插 集团军 德军是三把插 是这个军 Corps Army Corps Army的区别 行 那这一期就到这吧 也挺长的了 哇 这都快两小时了 感恩大家观看这次视频吧 我是林奇 我们下期再见